美麗音樂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 關於 Open ADES的這個 台元的教學平台 之前在站上 我們都是以 網站的管理員 或者是課程的管理員的角度來 來介紹OpenAds 今天我們則是要以 學習者的角度來 看這套 開源的 線上教學平台 一般來講 OpenAds 多半看到的都是 英文版本 但是事實上 像 OpenAds支援的多國語言 甚至於中文也是有支援的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設定好的 OpenAds 可以有這種 語言的選單 我們可以隨時的 切換 英文 甚至於 其他國家的語言 我們現在切換成中文 可以看到 我們界面已經 改換成 中文 畫面 而 在 初次進入 OpenAds的 系統 我們需要註冊一個 帳號 需要輸入我們的 全民 使用者名稱 跟 郵件信箱 以及密碼等等 同意一下 服務條款 基本上就可以按下 建立帳號 的按鈕 按下建立帳號的按鈕之後 我們會收到 類似 畫面 這樣的一個 啟用性 點選 啟用的按鈕 就可以 啟用帳號 這裡我們就直接登錄 登錄進去之後 我們 就會預設進入 所謂的 控制台 又稱為 儀表版 英文則是翻成 Dashboard 這個Dashboard 會顯示 我們目前 所註冊的 所有的課程 在 課程的 齒輪上 我們可以選擇 取消註冊 也或者是 可以 分享 這些 課程到我們的社群 平台上面去 不過這個 版本上面 是沒有啟用這個功能的 我們切換到另外一個版本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直接的 將這個課程 分享到Facebook 裡去 甚至於 我們可以針對這門課程 來做一個 郵件的設定 當我們 勾取 接收 郵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接收來自於 課程的 相關的 管理者 或者是 各種 公告消息等等 這些 信件 我們都可以接收到這樣的相關訊息 不過這個部分 關於 Email的設定以及 社交軟體的一個分享 這個部分則是要由管理者有開啟這個選項才會有 目前這個版本是沒有的 畫面上這個版本是沒有的 如果之前已經有帳號而且已經上過課的 可以直接點選 Resence 也就是 繼續上課的這個選項 他就會直接跳到上次 上的 課程的 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之前我看到的 的 地方 在新版裡面 這個界面都跟 舊版 已經 大有不同 不同 目前 畫面上這個版本是 最新的 M版 所謂M版其實就是Mapple Alice是用 字母順序來做 版號的命名的 目前我是管理員的身份所以我可以切換到 這個 使用 舊的 界面來 顯示這個課程 這就是我們剛才 介紹的 關於 這個 OpenEdit 的Dashboard 也就是儀表版 的一個大致上的功能 除了 Dashboard這個功能之外呢 我們Addis來提供了 個人檔案 也就是profile 這個profile可以顯示 公開的 個人訊息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 加號的地方 來決定 我們要 公開的顯示哪些 我們個人的資訊 提供 讓教學平台的個人首頁 比較有豐富的一個 顯示 當然 在平台上 獲取的證書 也會顯示在 這個 個人的首頁上面 這邊 以及我們 如果有設定 社交帳號的話 也可以從 profile 也就是 個人 公開資訊這裡 點選 每一個 社交的 Link 另外 在 帳號的部分 我們可以 看到 我們設定的 profile的 資訊之外 也可以 簡單的 設定下 我們要使用的 語言 以及 時區 等等 甚至於 我們可以 選擇 贊除 帳號 不過 在OpenAddis 比較特殊的一點是 他的刪除帳號 一旦設定 之後 就不能再使用 同樣的 Email 再申請 這一點要 特別注意 以上就是 今天要介紹的關於 OpenAddis 這套 開源的 線上教學平台 從 學習者的角度 入門的 教學 如果有幫助到你 也歡迎你在影片的右下角 點選 訂閱 來表示支持 謝謝